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大家发发发听众朋友 我是阮木华 尽管本周一的美股 科技股仍然是无法止跌 这跌势还是延续上周的弱势 而且似乎盘弱的格局 变成是加速下跌的格局 因为美股周一 道琼是涨了306点 涨幅有1%左右 这个盘中更一度涨了600多点 创下了历史的盘中新高 但是纳萨克指数是倒跌2.4% 另外费城半导地指数更夸张的 跌了5.4% 5%的跌幅 所以你看到科技股 似乎半导体股票 不但没有止跌 上周的一个下跌态势 并没有止住之外 这个礼拜一开盘 美股就是科技股就狂杀了 你看到这些尖牙股 跌势都非常重 很少见到金牙股全面如此的 产生这样的跌幅 像苹果周一是跌了超过4% 脸书3.4% 谷歌也跌了超过4% 另外半导体股票跌更重 AMD超为跌了将近快6% 硬材跌了快7% 然后挥达NVIDIA跌了也是7% 高通跌5% 美光跌4.4% 台积电的ADR是重挫了5.7% 所以整个非常棒的指数大跌了5%多 因为我刚刚所讲的像AMD 这些股票全部都在废办里面是成分股 但今天这个台股算是相对止稳了 虽然说美股科技股有这样的重的跌势 但台股今天加权值开高开低收高 相对止稳的盘势 那所以也就是说 本土资金确实是有互助 这一波外资法人的卖压了 那今天开低105点 盘中最低的时候跌163点 其实也并没有跌 说离开盘点非常多了 跌163点 那中场是收涨32点 所以说是开低走高 今天算收了一个红K棒 暂时止稳这个落势的盘势 全日涨幅是0.2% 而今天指数收在15853点 那盘中的高点是15864点 差不太多了 跟收盘点位差不太多 接近在15900点的关卡前 涨不上去 但是也没有继续杀破 这个相对的低点 那今天的低点是15657点 所以高低差今天大概200点左右 那成交量维持在3000亿出头 今天是3220亿的成交总值了 那今天整个盘面上面 可以讲说是 找盘的时候相对压低 但是后面慢慢拉起来的一个格局 那当然也跟美国的电子盘 在盘前走势 今天是持稳的一个情况 是有关系的了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目前台子旗盘后 夜盘也是小幅上涨的格局 好那这样的盘市 今天雅谷也多有指稳的状况 所以这个盘市是不是暂时 这个沙盘会告一段落 我们请教大家国际政策投股的 荣民飞议师卢老师你好 某老兄好 各位听朋友们大家好 好那当然 落势的股票还是持续落势 像台积电 今天还是继续的收跌 台积电这一波真的跌的是不止 今天台电再跌了三块 不过联电今天是止跌了 联电今天收涨0.25元 收46.35 不过这一个波段联电 也是跌破季限 相对跌幅也超过20% 跌的蛮重 那科技股里面表现比较好的是联发科 今天收涨12块 收在875块 可是今天整个高价的IC设计股 包括五六百块的一些科技股 跌是蛮重的 比如说像500块的博具 今天跌了12块 收在535 另外发布营收非常好的联勇 今年也跌了7块半 收473块半 还有南电今天收跌6块 跌到了273块半做收了 另外跌更重的这个波段 是所谓的千金股 今天翔硕 盘中曾经见到过 1565块的低价 那从翔硕高点2140块跌下来 翔硕已经跌掉了27%了 那普瑞KY呢 今天见到1115的盘中低价 他波段高点是1440 跌幅也是达到20% 另外信华跌了也28%了 2265跌到1625 今天的盘中低点 系列KY跌更多将近三成 曾经在开春之后 系列KY有上过3000 3095 今天盘中低点是2230 这个跌幅达到28% 所以卢老师今天换跌这种所谓的五六百块钱 这个1000块钱的股票 像今天那个 像是环球金也跌的蛮重的 今天也跌了快3% 这个685块钱 这个做收 今天跌了快3% 所以感觉起来就是说 整个科技股的盘势好像似乎并没有质问 但大盘看起来还好了 对 我想科技股的一个部分 这个我们先前就讲过了 当然还是要看外资的一个部分了 不过就大盘的部分 刚刚穆尔兄也提到 其实我们过去也跟各位讲过 其实在这段时间 就台股本身的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是在于说 都出现了所谓的价量背离状况 在过去在上个礼拜以前的这段时间 我们看到 都是沙发的时候有量 那反弹的时候 是呈现了一个量缩 不过 这个礼拜以来 这样的一个现象 倒是有出现了一个改变 我们看到昨天 开高走低 跌了35点 日K线收黑 指数收黑 不过量怎么样 他就缩下来了 那今天呈现了一个开低走高 指数收红 日K线收红 所以今天量适度的放大 所以过去 连续性的这样 加量背离的格局 似乎有稍稍的 再做一个扭转 而且如果说就极短线来看的话 你看今天这根 开低走高的红棒 跟上个礼拜五 这个开低走高的红棒 似乎了 就形态 就极短线来看的话 它似乎呈现的是一个 双底的一个形态 尤其今天的一个低点 它并没有去跌破 上个礼拜五的一个低点 所以似乎了 有以要这个 这个15600点的 这样的一个区域 来构筑短底的 这样的一个 企图性 是越来越强 因为毕竟这个区域 我过去跟各位讲过 目前大盘进行的 大中段整理 约目就大概 16000点 上下各500点的区间 那如果说已经跌到了 15600点这个位置的话 基本上 也是处在一个 这样的相形格局里面 比较偏相抵的位置 所以支撑的力道 那也会越来越强 所以短线上面 当然是有机会 能够进行 所谓的一个 酝酿反弹的一个契机 不过因为目前 我们知道说 这个五日线 这个包含月线 都还是成为 是一个上涨 比较沉重的反压 所以在反弹的过程里面 当然能否收复 五日线 能否收复月线 有效的一个站稳 我讲这个是短线上 我们要去观察 这个重点 不过刚刚 这个就盘面的一个现象 阿木尔兄有提到一点 我认为倒是非常的重要 就是在美股的一个部分 我们看到昨天美股盘中 到创下的32148的一个 新的一个历史新高的一个记录 可是同一个时间 我们看到费半指数 收函2762 中错了5.41% 是创下近两个多月以来的 破断的一个新高的一个记录 同一个国家 我们看到股票指数 却出现了所谓的 牛熊同事的一个现象 这代表整个全球股市 接下来会进入一个新的一轮 怎么样 资金重分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 即便我认为接下来 整个全球股市长多的架构 它是没有任何的改变的 至少目前所看到是这样 可是就强弱势的族群 它本身的一个 会发生所谓的多空的一个意味 所以这个是接下来 我们在操作上面 又或者在选股上面 你要去特别注意的 那当然就目前来看的话 已经跌失了这个费半指数 倒也不是这一路无止境的跌下去 因为毕竟我们看到 这一波从3269 那跌到我们说 昨天的一个低点 都已经来到2759了 那回挡的幅度 大概有17%左右 似乎也已经满足了 在过去美股每次 这个中期回挡修正的 这样的一个幅度 所以我认为短线上面 当然随时有酝酿 强力反弹的一个机会 所以如果说手中 你还有一些 所谓的一个半导体 相关股票的这个听众朋友 倒是可以等待反弹的时候 再来根据筹码的强弱 来进行所谓的一个减码 但是我们过去 在昨天的节目 你也跟各位讲过 因为费半指数 如果说没有办法迅速的 有效的再站回到 季线之上的话 因为毕竟 这个费半指数 跟台股的联动性 它是非常的一个高 那如果说这个非半指数 没有办法收复季线的话 那对于电子股 有一定的这样的 压制的一个作用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势必不仅说外资的一个卖压 可能会比较难停止以外 因为你想外资卖 那如果说本土法人 他也握有这些股票的话 有些时候他也不得已 他也要必须要跟着卖 否则这是一个恐怖平衡 他的卖 如果说除非我有这个能力 把它卖上去 变成外资 是变成是一个 有点识别的这样的状况 否则 如果被外资卖下来的股票 我持有这些股票 会影响到我的绩效 有些时候 本土法人也会顺手怎么样 也会顺手跟着出 所以在操作上面 对于这样的一个标的 就要特别的留意 尤其我们说了 就目前既然是一个 大中断的一个整理 而且多多趋势不变的 一个情况之下 当然来到一个 相对比较低的一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是应该要站在买方 可是买什么股票 这就非常重要 我们刚讲的牛熊同市 或许在一个多头架构里面 有些股票 它是走空头的 尤其如果说 外资的一个卖压 没有停止的话 这些外资在调节的股票 势必也要去做一个避开 而要去锁定的是什么 是接下来 我们说过了 到三月份 尤其是下个礼拜开始 进入到三月中旬之后 慢慢的 这些被内资 这个业内 因为变成接下来 他们要去针对 他们的寂寞的一个绩效 要去做一个所谓的拉升 冲刺 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被内资锁定的一个 相对的一个标的 就来得相对有机会 所以即便是要逢低找买点 可是买什么股票 这就非常重要了 好 这个波段 其实台股加权 卢米加权指的高点 2月22号 创下历史最高的16579 到应该是上周五 盘中的低点 也是本波段的低点 15855 对不起 低点是15636 15636来算的话 其实台股跌点 上还不足这个1000点 那个跌幅如果算下来 大概才差不多六七%左右 对 943点 943点 对 可是你看到很多股票 它其实跌幅都已经达到两成 甚至三成 所以有时候你 你单看大盘 其实你可能会被迷惑掉 因为它大盘好像还好 这个跌才900点 你说以前900点好像很多 但是现在目前是1万6 1万5的指数未接 你会觉得说900点好像并不多 因为我们刚算一算 它的跌幅大概 也才差不多6%左右 可是你看到像我刚刚讲 翔硕 普瑞 信华 系立 这些大家都知道 是所谓的千金股 这个波段跌幅 都动辄两成到三成 所以你讲说大盘没什么跌 但是很多股票 它已经跌到两到三成了 甚至都已经跌到季线 甚至跌破季线 那你大盘现在才刚破月线 所以整个大盘的位置归位置 但是各股的位阶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可能 如果说你不是做指数的 或做选择权 期货做指数的话 你可能要看自己 手上股票到底在什么样的位阶 老老师对不对 有些股票可能都已经跌破季线 像连电跌破季线 今天反弹一下 搞不好后面它还是持续弱势 这也很难讲 因为毕竟跌破季线 就变成是一个弱势形态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像刚刚老师来讲说 我们还是要盯紧美国的一个科技股的盘 是后面来观察了 因为感觉起来这一波美国科技股的跌势真的很重 比如说你看到像是苹果 苹果全世界最大市值的公司 居然可以一天跌掉4% 4%就是 4%就是这个1000亿 1000亿美金的市值快没有了 将近1000亿美金的市值快没有了 这一天 这是很恐怖的 这个市值的蒸发 那你看到苹果这个波段 其实它最低 其实已经跌到18%了 因为今年苹果最高股价是143块 昨天收盘收118 昨天收盘苹果是收116 它已经跌掉了18.1%了 特斯拉更不要讲 它已经跌掉36%了 已经进入到熊市了 所以老师这样科技股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 因为感觉起来最近大盘能撑住 其实靠非电在撑 所以资金是不是要多少转到飞电呢 还是说科技股 你觉得它跌下去 还是有不错的股票可以减呢 当然了 我们也不是说一杆子打翻 所有的一个科技股 如果说具备一些比较特殊题材的 例如说我先前也跟各位讲过 包含像这个可能接下来 整个趋势相对比较明确的 而且最主要它的位阶相对低的 包含像这个所谓的低轨道卫星 那这个趋势才刚刚形成 那如果相关的股票 它的位阶又来的相对低的话 当然在近期拉回的过程里面 我们是可以选择站在买方的 那除了这个方面以外 我们刚刚也提到 其实现阶段的一个操作 最重要的还是跟随 这个不是外资 是内资的一个脚步 那内资我们知道说 其实随着指数 在跌了九百多点之后 慢慢的贴近到了 一万五千六百点附近 我们知道说 在整个政策护盘的力道 也开始有加强了这样的一个迹象 所以接下来 如果说盘面持续有这样震荡的话 我认为这个政策性 它做多的心态 也会慢慢的一个强化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操作上面 当然第一个 你要去选择 除了说避开外资的一个卖压以外 针对内资所锁定的 除了像政策做多的一个方向 政策做多的一个产业以外 接下来即将要公布的是 二月的一个营收 我认为我昨天也提到 二月营收跟 这个接下来的一个年报 三月底以前要公布的这个年报 都是盘面的重头心 因为年报 它攸关的是 今年的一个鼓励的一个政策 那二月的营收 我们知道说二月 为什么从二月营收 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你想 二月原本的天数 就比一月要少很多 正常情况下就少了三天了 那今年 这里头又包含了过年 扣掉以后 其实至少在今年二月的一个工作天数 至少是过去大概只有 这个正常情况下的 大概只有三分之二左右 那你想 工作天数少了三分之二 理应在业绩上面 也应该是会稍微的衰退 这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说你去选到的一些标的 是在二月营收 它不仅它没有往下当 反而是往上提升的 那你想 这个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公司也好 产业也好 是不是代表的 除了说 整个产业的趋势非常明确以外 也代表它今年的接单能力也好 整个获利的成长性 它会相对的比其他的标的 要耐得比较强势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标的 如果能够结合我们刚讲的 你的筹码 如果说是在位阶相对低的一个股票 筹码经过的沉淀 筹码经过的一个洗刷之后 它筹码是安定的 然后位阶又低 再加上如果说这个产业本身 又是政策所做多的一个方向的话 那么我说过 接下来内资既然 因为有些时候内资它没办法测 因为像我们说投信的一个资金 它至少就要吸成了一个持股 那如果说这段时间 因应外资对于特定的一些标的 它去做一个调节 然后它不得已也顺势做调节的情况之下 这些资金撤出来 它又不能说持有现金 它必须把它化成等值的一个股票 那这些钱 它要买什么样的股票 当然就是它认为是安全的 或者说接下来 不会被外资的卖压所打到 而且相对还能够有逆势成长空间 这样的股票来做一个拉升 因为它还能够去确保它的一个绩效 因为我们知道说 季度的一个绩效 我们估计也不讲说 这是一个饭碗的保卫战 但至少攸关它的奖金 对经理人家攸关它的奖金 所以他们必然会卯足全力来充斥绩效 所以对于他们所锁定的一些标的 就要特别的留意 就好比说我们近期一直跟各位讲说 一档 这是现阶段 我认为在接下来 我们就三月起标的股票 有一档 就是接下来三月的一个产业 就是在这个产业了 三月份开始 它的一个情况会越来越好 就是三月开始 它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成长 除此之外 我们刚讲的二月营收 这档股票 二月的营收 你想想看 它居然比一月 我们刚才提到二月营收 公众天的这么少 它居然比一月的一个营收 要增加百分之六十 那你想 这样的一个情况 再加上这个产业本身 又是政策所做多的一个方向之一 而且股价经过了多久的整理 经过了半年的整理 那你想股价经过了半年的整理 位阶一定是处在一个相对低档的一个位置 对不对 那我说过 其实如果位阶处在低档 它自然进可攻退可守 尤其保守型的资金 必然选择 就是这些股票 而且股价经过了六个月的整理 势必 它的筹码经过了六个月的沉淀之后 当然也会沉淀的非常一个彻底 所以诸如此类的一个股票 都是我认为 接下来内资法人业内 它会去锁定的一些标的 就具备这样的一个特色 政策做多 位阶低 筹码干净 二月营收漂亮 或者说在年报的数字 相对是比较亮眼的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选股模式 也供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至于说 如果也是认同 这个接下来 我们要锁定这些方向 那你也不晓得该如何来这个 左眼 如何来掌握这些所谓的一个 能够低阶的股票的话 我也欢迎这个投资朋友 那因为我们现在提供一个机会 让大家可以逢地来承接一些好的股票 那如果说你也认同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看法跟做法的 那不妨可以打个电话进来报名 绝对让各位满意 其实现在看到一些 二月营收创新高的公司 都不乏在半导体族群 可是这次半导体族群就跌最重 被砍杀最重 你看像旺宏 旺宏二月营收是创新高 华邦店 二月营收甚至年增是超过八成 这么亮眼的营收 二月就刚刚卢老师所讲 融逆年 他还可以比这个 去年二月的时候 再增加八成的营收 就代表他们的接单非常的旺 出货也非常的旺 可是你看到旺宏的股价 却是跌破季限 然后昨天公布出来 前两个月的营收 已经赚 跟去年第一季营收一样的联勇 今天股价还不是下跌 所以最近有点那个砍 就是砍到那种 就是不是基本面的砍 我就有点筹码面跟技术面在砍 那联电二月营收也很旺 他是创同期新高 也就是说 这么多年来 联电二月营收没有这么好过 那今年还二月是农历年了 对不对 所以代表联电很旺 联电股价被砍到不行了 跌了两成以上了 还破季限 所以你说这些公司 会不会觉得他们冤枉 可能会觉得他们冤枉 但问题是最近 整个全世界科技股就弱势了 变成是资金在外逃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可能稍微要等筹码沉淀一下了 不然 讲实在这个形势比人强 并不说这些公司不好 营收很差 不是 基本面都很好 但是 整个资金面或筹码面 就不占在他们这一方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也是值得大家 持续观察跟一眼 好 那这个大家可以注意 刚刚卢老师所讲的一些讯息 我们非常谢谢 卢文斌分析师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卢老师谢谢 谢谢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听众朋友 你是不是常常用声音 跟我们一样 我们是靠声音吃饭的 就是声音不好的时候 我们就很痛苦 所以我都很怕感冒 一感冒 我没声音 我没办法讲话 没办法主持 那个声音撒哑 真的非常痛苦 像前一阵子 过年的期间 我就有点小感冒 还好是过年 所以不用主持 这个声音出不来 没关系 过完年就好了 这也是怪了 刚刚我们卢老师 也有一点哭哭扫 所以我们赶快把口罩戴起来 怕被穿了 不会啦 卢老师不会传来给我们 好 那我们今天 就来谈一下声音这件事情 其实 听到没有可能会不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学着年纪的老化 我们喉部的肌肉 很多都会退化 退化其实 不但你的声音会受到影响 然后你的吞咽 这些功能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说 这个肌肉 我们的嗓音 还有我们的声带 那都是息息相关的 那我们今天要来好好谈这件事情 如果听到你有这个嗓音方面的问题的话 你今天特别要注意 如果你上了年纪 你要特别去注意 就算你没上年纪 你要知道怎么样保养你自己的喉咙 对不对 我们今天要来请教的是 林峰权 峰权是亚东纪念医院耳鼻喉科的语言治疗师 也是新北市语言治疗师工会的创会理事长 就你们有个工会 那峰权跟王医师出了一本书 叫做全民好声音 嗓音治疗天团 帮你找回悦耳的美声 这本书是你们两位合作的 为什么会当初想要写这本书呢 因为其实我们服务的蛮多的对象 他们都是这个有嗓音问题的 对啊 我看到邓安宁啊 还有张凌宇啊 都是主播或是说导演 都要用声音 王杰 王杰 青哥皇子 也是 是啊 对 然后所以我们就想说 要把这个保养嗓子的这个概念可以推广给社会大众 对 所以你们蛮多病人是这个名人就对了 有那也其实一般 一般的这个社会大众的这个比如说老师啊 业务啊 或者是退休人员也是非常非常多 常常会有这个声音的问题来找你们 那你最常见他们来找你们是什么样的问题 声带长洁吗 一个最常见的就是声带节节 就是俗称的声带长减 对 然后另外还有一部分的可能是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老化的这个问题 对 这两类现在越来越多 艺人通常 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有可能长减或者是水肿 就是声带过度的使用 对 那个声带过度使用怎么样去判别出来是长减或者水肿 这个必须要用内视镜吗 对 一般都是要医师用内视镜直接下去检查 对 因为我也常常被检查 所以我还蛮有经验的 我知道要用内视镜 这个内视镜大家不要误会 不是从嘴巴进去 是从鼻子进去 原则上就是从嘴巴跟从鼻子的都有 一种是硬式 对一个是硬式一个是软式的 对那主持人刚刚提到的从鼻子这是软式的 对那硬式的就是直直的一个 我知道硬式是很大一根 比较粗一点点 比较粗 然后嘴巴放进去 然后可能要稍微拉一下舌头才看得比较清楚 硬式的是不是他可以检查的更里面更详细一点 因为其实现在的那个仪器非常发达 其实两者的那个优缺点越来越接近了 对那不过都是就是有的病人可能可以用 比较适合用硬式的 有的病人可能用硬式的 比较容易有呕吐的这种感觉 他可能就适合用软式的 对 其实用硬式的 其实蛮蛮有刺激感的 对对对对 因为你那个那根插进去你的喉咙 是是 我被插过我知道 软式硬式我都试过 是 好我们一个个来讲 我们怎么去判别我的声音沙哑 是因为嗓音本身的问题 声带的问题 或是我们这个喉部肌肉退化的问题 还是说我是感冒所引起的 这些症状大概他有什么样初步上面 可以去判断 个人可以先去判断 然后再去请教医生的看诊的 一般来讲我们会说就是 我们书中其实有提到几点 就是说如果常常觉得声音沙哑 然后自己觉得嗓音不服使用 然后这样子的症状呢 就是持续两周以上 就是已经不像是因为感冒所引起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建议说 那可能是声带有一些状况 好 第一个是声音沙哑的时间对不对 对 还有可能就严重的程度 是的 那从这些先来做判断 但不过个人判断也不准 最好还是要去看门诊 可是我们一般来讲 你去耳鼻喉科诊所 或是说你去医院的耳鼻喉科门诊 他不见得一定会看嗓音 对不对 因为我知道嗓音还蛮专门的 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也是台湾的嗓音专家 就常跟放担任主任 他也是嗓音的专家 他姐姐就是明广播主持人 也是姓方 他姐姐 那我们怎么样去找到 专门的嗓音的治疗 一般其实现在医疗院所 如果是这个我们说医学中心 就比较大的医院的耳鼻喉科 他们在检查的设备上 应该都是充足的 那如果说诊所的话就比较不一定 有的会有 有的可能就没有到 那么精密的仪器 好 那我们一般来讲嗓音的检查跟评估 我们的流程是什么 像我们医院的话就是会先填写一份问卷 因为这份问卷会填写 关于用生的习惯 然后职业 然后整个嗓音的变化的状况 然后再来就进到诊间 那医师会做再详细的问诊 然后会做内视镜的检查 那检查完毕以后会到我们 比如我们这个语言治疗室这边 那我们语言治疗室会帮他评估一下 这个喉部肌肉的情况 用力的情形 然后会做一点伸穴还有气动穴的检查 好 还有年龄的分别吧 对不对 其实从小到这个中年人到老年人 都会有伤音伤的问题 我们先从年龄来讲 比如小孩子最常见的问题是什么 小朋友最常见的就是像是长检的这个问题 小朋友也会长检 不是过度用嗓音才会长检 有的小朋友可能讲话的方式 或者比较习惯比较用力 那或者是喜欢大哭或是大叫 这类的 其实我们也蛮多小朋友会有这种问题的 对那大部分检查出来就是有长检的情况 那我们听声音大概也听得出来 大概是这个什么问题这样子 小朋友长检要怎么治疗 通常会先接受语言治疗 就是嗓音的肤检 对我们会带他做一点放松 然后带他去学习正确的发声方式 对大部分不会做到手术之类的治疗 OK 父母要特别去注意自己小孩子 有关嗓音方面相关什么样的问题 如果就是小孩子可能他太小 两三岁三四岁他也不能表达 对他也不知道他什么样 真的他嗓音有问题 可是父母我们做父母我们要怎么样去注意 第一点让我们还是听声音 听声音是不是变化的变成沙哑 然后持续好久 再来有时候可以稍微观察一下小朋友的脖子 有时候他们在过度用力讲话 或是尖叫的时候这个脖子会很用力 那有时候用力到这个筋都冒出来了 对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其实就最好来到医院 来给医师或者是原治疗师评估看看 也就是父母如果说您发现你的小孩子 声音常常撒哑的话 而且或是说这个哭的特别用力特别大声 然后轻轻浮现 那要特别注意 那我们一般来讲 从小到大我们的发声 我们的声音出来的结构 从声里到这个声带上面 它的一个变化的过程是什么 其实我们发声的这个原理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肺部会有气 这个气流 然后经过我们的声带 然后声带震动 再经过鼻腔口腔的共鸣这样发出来 对那如果从小到大小朋友的话 他的因为还小 这个声带他的这个发育 还没有到非常的完整 那经过青春期以后 就会发育的非常完整了 然后再来就是会接近成年这样子 对那所以我们常会 那当然中间有经过一个青春期 所以小朋友的声音听通常都很高 比较细比较高 那经过青春期以后就变 男生就变低很多 我们一般讲作变音嘛 对变声 那像小朋友大概 这个我们都说大概260280赫子 这个音高 那到男生到成年以后 大概就剩100 120 女生大概就240左右 这样子的变化 音高会下降 对下降一点 那为什么有一些人到成年 他还是一直娃娃音呢 嗯 像我们的智琳姐姐好像就是嘛 女生来讲的话 有的女生是因为共鸣的关系 共鸣的方式 就他本身讲话的方式 可能就音高就会比较偏高 那再来有另外一种状况 就是特别是男生 男生有小部分的 我们说叫做变声性假声 他就是在这个变声的过程当中 不是那么的顺利 结果就是到了国中高中这个期间 还是持续用那种比较高的方式在说话 可是他的喉部构造都是正常的 我们临床上的确遇到不少这样子的 这个也蛮能理解的 对 就像我很难理解 比起是怎么可以唱那么高是一样 很难理解 他们为什么高音可以拉那么高 是 那 这个声音如何 这个到中年的话 我们到 这个年 比如我们知道30岁40岁的时候 很多人有抽烟喝酒的习惯 怎么样可以保有保持这个好的嗓音 其实这个年纪会遇到的问题又是什么 其实抽烟喝酒是最 对我们声带来讲是蛮伤的 最伤的很容易让声带水肿 那甚至于像抽烟有时候还会造成一些病变 对那其实我们都是建议说 其实3040岁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工作一个高峰期 用声量也是很大 所以尽量这种东西都是能免则免 那有一些保养的方式 比如说喝水的方法 喝水我们通常都 像我们书里面有提到啊 就是说 喝水尽量以少量多次来补充 比如说大概20分钟就可以补充一小口这样子 这样可以让自己的这个整个身体 身带都保持一个湿润 然后再来就是说话的方式 要尽量调整 我们说要轻生要慢雨这样子 好 那你如果做不到随时喝水怎么办呢 因为一般很多人在工作的时候 他可能没有办法随时背一个水壶啊 或水杯在旁边 这种我们就会建议说他在工作前 在用声音之前 可以做一些暖嗓开嗓的动作 或者是一些放松的方法 比较简单的方式是可以做弹唇这个动作 什么叫弹唇 弹唇就像这样子 这个弹唇 这是一个放松的方式 那如果说手边有水的话 其实像我今天有准备 那我自己是非常推荐就是做这个放松的练习 我们现在有直播啊 听众朋友您上直播可以看到 林峰犬他现在要示范一下 怎么样做这个放松的练习 用吸管是不是 对就是我们拿个杯子 然后大概装一到两公分的水深 然后用一支吸管 一般的吸管就可以了 然后吹水发出呼的声音像我这样 这也算是声带的练习 对这个可以去放松我们的喉部肌肉 然后让声带振动比较稳定一点 我自己个人是非常喜欢 所以我都会推荐我的来自上课病人 就是在工作之前工作之后 就很像我们去运动啊 运动之前运动后都要暖身要放松 那其实这个方法是对我们声带 一个很好的一个保养的动作 好比如说像我主持两个小时节目 我要主持之前我就要先做一下这样子 对也可以先做一下吹水 主持完7点钟再做一下这样的动作 对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 前后的一个保养的动作 OK好今天真的学到了 还有刚刚那个嘴巴这样堵起来 坦存 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酒吧新闻台FM98.1 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木华 我们今天访问很特殊的是 林峰全 峰全是亚东纪念医院耳鼻喉科 语言治疗师 那刚在广告期间 有跟我讲说其实 语言治疗师是配合这个耳鼻喉科的 科的这个嗓音方面相关的医师 做先期或是后期的一个 这个治疗的部分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们主要治疗的范围 跟治疗的工作是什么 我们其实做比较大的 比较多的一个族群就是声带 比如说像声带节节 声带长节 声带息肉 这种因为错误发生 发生习惯不正确 所造成的一些声带的一些问题 那另外像我们自己的研究也是发现说 像老化 退休这个部分 那个声音的做复健 其实效果也非常好 那另外还有一个族群 比较特别一点 就是他们的声带没有明显的病灶 就是说他的声带没有长东西 那也不像说这个老化 有这个萎缩的这个情况 可是他们声音就是有问题 就是这类我们会说 不知名的问题 就可能是一些肌肉比较紧绷 发生方式的一些问题这样子 那这也是我们服务的大众 那另外还有一类的患者可能就是心理压力 因为我们这个心理的因素 也会影响我们整个发生的这个感觉 然后影响我们整个发生的这个过程 像我印象中 我们书里面有提到一个患者 他大概 他其实蛮年轻的 大概二三十岁而已 一个女性 然后呢就是声音非常的紧 到我们治疗室就这样子 完全说不出来 这么紧哦 对可是呢 内视进去看完全正常 就看他身在是完全正常 对完全正常 那后来我们就是跟他聊啊 就发现那慢慢的带他做一点练习 然后跟他聊说他的生活的状况 然后才知道说他是因为要结婚了 然后可能要结婚的时候压力太大了 然后结果这个声音就紧起来 可是他的家人就都不相信这件事情 就是都觉得他是不是在装病啊还是之类的 那我们就是用一些方法 可能带他做一些放松 然后帮他慢慢找回他的声音 效果还蛮好的 那你还要扮演那个我爱红娘的角色 对啊 你除了要把他治疗这个 可能讲声音出不来的问题以外 你要跟他做一些心理附件 就是会陪他们去做到一些 你要跟他讲结婚没有那么可怕 相信我 戒指戴上去就对了 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再说 对不对 十对夫妻里面九对不幸福 没有关系 真的是我印象中一个很深的一个 一个案 所以他是心理造成他声音出不来 对所以其实心理因素也会影响我们的声音 那你刚刚讲说那个用声音不当 用声音不当会让你的声带长简 什么样叫做用声音不当 什么样才叫做用声音得当 比较常见就是讲话讲太多 用声量过度就比如说像老师像业务 这个整天都要讲 那再来一种就是说讲话很大声 太大声了 那像有的是幼儿园的老师 要一次对全班这样吼 或者是像现在一些很多这个健身教练 我可能要带这个运动 然后就必须要很讲的比较大声 去带那个带大家的气氛 对像这类的 这类的用声方式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错误的一些发声方式 然后另外一个要提醒观众就是有一个习惯是我们比较容易观察到病人会出现的叫做清喉咙 像我就常常这样子 这个清喉咙这个动作如果说这个对于像是常常用声音的这个状况 这样的一般的民众啊 如果常常这样清喉咙其实对声带来说是很不好的 会伤到声带 因为这个清喉咙这个动作像这样 这种动作其实就是 比一般发声的时候 让声带碰撞的更用力的行为 所以清喉咙清久了声带也会长茧吗 我觉得它不一定长茧 但是它可能比较容易摸比较容易耗损 对那你刚讲声带水肿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有可能 第一个就是就有点像 因为我们声带是两片薄薄的 那水肿的话就是它看起来 那视镜看起来胖胖的 那胖胖的这个有时候这个 是一种发炎的状况吗 类似对像是讲话讲太多 用声量太大 或者是这个喝酒 或者是一些一些 比如说抽烟啊这种刺激 那都容易使声带种种的水肿 那讲话这个声音听起来就会 比较哑 然后有时候比较低 有时候人家会说这个烟酒嗓 那个老烟枪的声音 对那这声音听起来就会 就会比较低啊 我是声音的叔叔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是遇到这种状况 我们都会建议说先不要抽烟 不要抽 有些老烟枪的声音真的会比较沙哑 所以这种沙哑的声音 可能就是你刚讲水肿 那水肿要怎么治疗呢 第一步一定就是 有抽烟喝酒的这种行为 一定要先减少 对然后再来我们会去 如果减少的话 大部分其实都会好蛮多的 那再来就是我们要去看他的这个 整个出声音的状况 有没有这个太用力的情形 对如果有的话 我们就去改善这个部分 那当然还是要回归到最后 最后就是声音的使用上 一定要能够轻轻的慢慢的去说话 好我真的很多内容 还有包括像是老化肌肉退化 对不对 因为我看到天下有写一篇 就是说 其实老后如果说你的这个 喉部的肌肉退化 其实你吃东西很容易呛到噎到 对不对 是有这样的状况吗 是啊是啊 我们在临床上都会见到这样的情形 对所以我们都会带他做一些运动 那怎么样保健 哪有这个保健很重要 我赶快教我们 你说退化的这个部分吗 就是for全年龄 好我们就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动作 我们在在我们的这个嗓音治疗里面 有一个叫做嗓音功能运动 里面都有两个步骤我非常建议大家 就是在声带状况还OK的时候 声音没有不舒服的情况下就可以做 那老化的 如果你担心有这个声带退化的情况也可以做 我们发一个no的音 从最低音滑到最高音 像我这样子 no 然后再来从这个最高音降到最低音 ok no 你有参加合唱展吗 哈哈哈哈 我们天天做天天做 这个已经跨八度了 天天做天天做 像这个练习其实是 就是让我们的声带去做伸展 那其实我们 这是声带伸展 对 我们在发高音的时候声带会拉的比较崩 那所以滑上去再滑下来 那我自己的经验用在一些 比较比如说老年人啊 或者是其实一般人的这个声带这个训练 来做这也都蛮有效的 ok 好如果你要唱那个one night in北京的话 哈 千万记得你的声带会拉的很崩啊 对不对 高音是声带拉的崩 那低音是 它会在比较松的状态下 然后去做一点点 其实我们声带很妙 因为我刚刚有请教风险 我们的声带就短短才一两公分而已 对不对 这一两公分呢 就主宰我们一声说话的能力了 是不是 所以说好好保养自己的这个喉部 嗓音其实蛮重要 因为讲实在说不出声音来 讲不出声音来 其实很痛苦一件事 我相信你们在临床上 当然 这种案例 不管是心理的或生理的 或是各种的问题 到最后可能还有很多要进到开刀房 是啊是啊 那这个进到开刀房的话 真的真的都能一刀一刀就好吗 这个就是要看每一个病人的状况 所以其实有时候 我们当初出这本书也是因为 看过太多病人 有的就是会落泪啊 因为就害怕开刀啊 害怕手术啊 害怕自己将来就完全没有声音了 对不对 好这个声音真的非常的重要 希望各位到老都能保持美妙的声音